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能助折 哼哼哼 你確實十分聰明激進 只可惜這種法陣是保不住你們的 嘿 這傢伙好大的口氣 我先去揮他一揮看看 傻瓜老兄 不要妄動 眼前這人並非尋常 這人身上妖系之強 是我至今所警戒 這人究竟是 閣下竟然來意不善 便只是說來意無妨 本座僅著來此 原因也是要向你求教 在拳你性命之前 先回答本座的問題如何 既是如此 願無閣下高位 太顧邪神持有的遺體 被葬在何處 逐入之大 皇帝格殺持有之後 將他的師生睡成皇祖 善於天下 他的師生可說是已不在世上 也可說隨處皆是 哼 不說就算了 趕趕狂便盆坐 這可是萬事之罪 黑色的劍氣 那是 大家大家原地別動 呃 子豐姑娘 你沒事吧 硬控制 別動 震人能一擊破我的獄 護獄法證 他絕非隱門所能敵 子豐姑娘 你像你受的傷 我岂能退出再後 自己就交給我吧 哼 曲曲小盛 豈能擋得了本座九陰劍氣 任回本座所叫流情 他早已被劍氣 斬成兩劫了 前輩的劍氣固然厲害 但只要修為過人 就能如此強恨兇滿 慢傷湯人嗎 晚輩於此 大師不以為來 哈哈哈哈 不知死活的小子 竟然對本座說起叫來 那你 又待如何 晚輩不自量力 想和前輩討教討教 天玄門劍法 無天無見 這哪門子的討教 小子 你想和本座同歸於盡 殷大哥 殷前弟 別做啥事 嗯 前輩認了這件招 哼 天玄門劍法又有什麼稀奇 無天無見 或許 喊為人之 卻也還不算什麼無上絕學 晚輩之父 勝不夠前輩 但為了護得大家周全 也顧不了這麼多 前輩 請接招吧 助手 助手 本座對天玄門劍法的了弱執掌 未必就怕了這招無天無見 只可惜你這條小命 也罷 看在你的份上 急著就放一條生路 怎麼前輩看得起 哼 下次可就沒這樣的好事 你們好好保重吧 沒事了 讓人真的走了 公子 對心裡救小女子一命 子豐姑娘 子豐姑娘 你沒事吧 不過是皮肉之傷 不礙事 找個地方盡量幾天就好 怎麼 咱們服務子豐姑娘混沙的竹爐如何 不成 滴人隨時可能再來 大家這裡太危險了 咱們還是 住左近 找進客棧住一下 也好找大夫抓藥自傷 子豐姑娘 你以為如何 豐姑娘 手臨不錯 就麻煩 殷公子送小女子到太原城一趟 不過切勿洩漏小女子的身份 這個在下知道 秀雲大哥 站不去附近 感謝竹子做膽甲 鳳姑娘 方法一位子豐姑娘包扎三處 出事交給我 也先允兄坐即可 你前弟 你帶來這裡 護著兩位姑娘吧 先允兄 咱們走吧 嗯 那就有了兩位了 人公子 也跟著去吧 怎麼了 哪裏有 我 我的 解開子豐姑娘的衣衫 才能過傷 你的在這裡 有點不妥 啊 那如此 我這就去 豐姑娘 這位陰公子 還真是老實的刻意呢 可不是嗎 數日厚 小女子的傷 已經大好了 幾日以來 有勞各位的奔波照顧 實在過意不去 啊 子豐姑娘的育體痊癒 乃可喜可喝之事 資格喝上幾杯 慶祝請祝 嗯 小女子酒量盛前 三公兄的好意 恐怕只能心靈了 啊 三公兄只是開玩笑 不過話說回來 諾菲當日我們唐突造訪 姑娘未必會遭遭 災解 雖然這還是我們的不適 並非如此 那人專誠是來取我性命的 問世只是順便罷了 她的修為遠在我之上 諾菲因公子那張無天無見 小女子絕無可能討著此命 姑娘疑似輕居 與世無爭 那交我何以非取 姑娘心滅不可 想是彼等有莫大陰謀待舉 因此先行除去礙事的對頭 若我所料不差 可能這人與我們要找的 乃是同一路人 是的 我們被奪走只有雙腳 那人問的是持有遺體所在 子豐姑娘 他們真是想要復活這上古邪神嗎 這話還很難說 但彼等所途絕非善舉 無論如何去趕在他們前面 阻止他們的肩膜才行 否則後果如何 疏難逆料 這怎麼說 那持有雙腳乃天地兼第一邪物 既然雙腳都已落入那批堅人手中 承判今後就無好事 他們復不復活持有都好 我們總得設法降致奪回 正是如此 說說就做 承認待在房裡 是查到什麼消息的 在我們現在外頭喬喬如何 修影修在房位 大概也等著不耐煩了 嗯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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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